顶管施工法 作为一种先进的非开挖施工工艺 凭借着施工占地面积小 环保 对路面交通和建筑扰动小的优势 正在广泛应用于市政管道 地铁 公用事业 水电应用领域 接下来的影片将以唐星岩石顶管机系列为例 对顶管机进行介绍 顶管机由始发井出发 向接收井顶进 始发井内安装有后靠背 机头导轨 油缸及油缸架 均压环 泥浆泵 顶管机的供电单元和液压单元 以及控制单元放置在地面上 顶管机由刀盘 传送系统 动力系统组成 始发井内安装激光晶尾仪 顶管机内安装光板 从地面操作台的界面上可以及时监测机器姿态 利用刀盘后方的揪偏油缸控制顶管机的四个方向 进行天斜的纠正 确保顶管机按照既定轴线顶进 顶管机依靠电机驱动刀盘转动 刀盘切削涂体 进排泥系统负责工作泥浆的循环 携带扎土排出机外 当掌子面遇到岩石时 刀盘上布置的滚刀挤压岩石 被挤压碎裂的岩块进入刀盘后面的二次破碎仓 经过刀盘支撑板和锥体板的剪切 完成二次破碎 最终破碎成可通过破碎仓上进扎孔的大小 进入破碎仓里面 由工作泥浆携带排出机外 竹顶油缸提供推力推动顶管机前行 在长距离顶管机中 在长距离顶近中 竹顶油缸推力不足时 需要安放中即间提供中续顶利 施工管材在竹顶油缸的推动下进行逐一铺设 直至顶管机成功到达接收井 从而完成整个管线的铺设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